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月20号在澳门出席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即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做重要讲话 澳门各界人士纷纷表示 澳门特区上上下下将牢记习主席的殷切嘱托 认真实践好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 把澳门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位于黑沙环的政府综合服务中心 是此次习主席来澳门视察的第一站 当时正在这里为女儿办理身份证换领业务的澳门市民 吕齐颖一家刚巧遇到了前来视察的习主席 见到习主席就觉得 哇 他特别平易近人 特别慈祥 看着我们的时候都是满脸笑容的 而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感觉他很关心我们市民 所以就特别的亲切 吕齐颖告诉记者 习主席细心询问市民们办理的业务 所需时间及便利程度 对澳门的民生改善非常关心 尤其关注澳门的养老和教育问题 让在场市民都非常感动 位于澳门南湾湖畔的中国与普与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是此次习主席视察澳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综合体的建成意味着中途平台建设 由蓝图变成了实体 对于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澳门有不少学生都在有着爱国爱澳传统的学校上学 曾与习主席有过书信往来的豪江中学 就是其中的代表 此次习主席与师生们一起上了一堂 关于一国两制与澳门的历史课 他嘱咐同学们要学好历史 为建设国家出力 现在上了这节课之后 习主席也和我们握手了 那么他也给我们讲解了很多 例如其实我们要学好历史 吸取之间人的一些教导 习主席几天的视察 深入到了澳门社会的点点滴滴 他对澳门未来发展的关心 对澳门市民生活的亲切关怀 激励着澳门各界 继续坚定沿着一国两制的正确道路前进 让澳门不断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 总书记很清楚我们这个20年 我们怎么去做好 以一国两制爱国爱澳 这个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如果没有一国 我们没有两制 所以这一点在澳门的居民里面是一个共识 也是我们的20年的时间的重要纪念 总书记的四点希望对我们是很重要 是我们以后这个任期五年之内的 我们的执政的一个指导方向 做我们一定按照这四个要求 把我们的和谐的澳门 我们的稳定的澳门要做好 这四一定要做的事情